下一個叫做平流程 平流程就是從對流程你大概11 12公里到50公里叫平流程 它基本上就是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等一下跟你講它為什麼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所以它沒有對流 上面比較熱下面比較冷所以它沒有對流 它的空氣基本上是水平流動的 所以叫做平流 要平流程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然後它的是水平流動平流所以有幾件事情 最後這一句長程客機 多在平流程底部飛行 剛才有看了一個圖有飛機在平流程底部飛行 第一個為什麼要長程因為短程沒有什麼用 台北飛高雄現在已經沒有北高航線了 因為你被高鐵幹掉 台北飛高雄起飛爬升爬到了平流程 就可以同學大家說 各位我們準備下降 各位準備下降 所以用不到 所以要長程飛起來用得到 為什麼要飛在底部 因為底部就走的距離會比較短 會比較省油省時間 所以長程客機在平流程底部飛行 有一位大哥曾經寫一個文章說 我們正在胡說八道 他說其實長程客機不是在這裡飛的 那我就查過了 一般的巡航高度大概10公里左右 一般的巡航高度大概10公里 特別升高或怎麼樣不理他 大概在10公里左右 所以差不多其實還沒有到平流程底部啦 快要到對流程底而已 所以才碰到所謂的偏射 氣流真的快 不過沒關係 考試考驗的時候 你還是給我寫平流程底部飛行就好了 平流程底部飛行 可是這個是 實際上應該是有點問題的 那因為我查過 巡航高度 一般的高度大概差不多10公里附近而已 這是第一件事情 長程客機在平流程底部飛行 第二個就是 平流程是平流 繞著地球跑 好 所以萬一你有個渣渣 比如說火山爆發 噴噴出來 那火山灰噴進了平流程 麻煩就大了 他就開始繞著地球跑不下來 繞很久 繞很久很久才會往下降 會掉下來 所以當初美蘇戰 美國蘇俄 蘇聯 當初在所謂冷戰時間 大家怕爆發核子大戰的時候 有所謂的核子冬天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核彈噴過去 你核彈噴過來 就我們碰碰碰 我們跟他說那些輻射的那些東西 就炸到那個平流程那邊 擋在上面然後不下來 然後遮蔽了陽光 全球都被這個濃濃的雲給擋住 擋住了太陽 地球叫做沒有太陽嘛 就不溫暖了嘛 就會變成冬天冷 叫核子冬天 所以 上面的這個白 白色的字寫 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有些渣渣跑進了平流程 他就會到著地球跑 跑很久 不下來 就會擋住太陽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OK 這兩件事情 一個長城客機 一個渣渣 這個平流程的狀況 然後平流程為什麼會高度越高 比較溫度越高就是因為臭氧 我們剛才講過臭氧的什麼功用 吸熱 吸什麼 紫外線 很好 他吸收紫外線 然後呢 也就是所謂這裡會有吸熱放熱的過程 然後講過國中不交臭氧怎麼工作的 就知道在這裡因為我吸收紫外線 所以我吸收的能量 所以我燙熱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但是在50公里的時候 比較有最有效率呢 所以呢 他的 高度 越高呢 就溫度就越高 那我們講過 紫外線 他幾位 他有關什麼 他有關 臭氧對不對 臭氧 我們說臭氧可以吸收紫外線 我們這邊臭氧是不是 他在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我講過大部分的書都寫二三十公里 我看過的最誇張是不是寫十五到四十 他可以吸收紫外線 那你會有個小問題 你不要問我 我也不要回答你 老師 你說這裡的分墓 跟臭氧有關 他吸收紫外線 你又告訴他二三十公里的時候 臭氧含量最高 那為什麼是50公里的溫度 溫度最高 你就不要問我了 會不爽回答你 這件事情我就不要理他了 你就記得就好 你就只要記得 平流層的空氣是水平流動 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那因為這個水平流動的狀況 有兩件事 一個是叫做 長城客機是在平流層底部 他少講一句 他為什麼要飛在平流層 因為平流 不會上下對流 所以不會遇到亂流 噔噔噔噔噔 會比較舒適 OK 所以飛在平流層 好剛剛沒有講這句 好來 長城客機在平流層底部飛行 然後今天講說 渣渣進到平流層就很難 掉下來 掉下來 然後平流層的溫度變化 是跟臭氧有關 因為臭氧會吸收紫外線 就是 我所要知道的事情 OK